早前, 中國全國人大財經委員會前副主任, 王其帆 上海金融峰會說, 人民銀行對數字貨幣的研究已出於成熟 將會成為第一個推出貨幣的央行 首先, 要說回我最貼身的影響 我之前買了三、四個比特幣 其實不太貴, 只有幾十萬 跌至PK, 跌至七千多 平均七萬多元, 我用港幣計算 虧了五、六萬元, 虧了五、六萬元 當時我很想進入, 但被它震懾了 有人說, 現在比特幣沒有用 當時被捕捉到遠港 Google 公佈量子電腦 他們說, 糟了, 你的e-wallet, 全部都會被Bluetol砍掉 有人說, 失去想, 比特幣沒有前景 誰知弄出了這宗新聞 一錶錶到九萬多港幣 現在當然, 移回了一點 為什麼要說這宗新聞呢? 第一, 我很深感受 全靠這個偉大的共產黨 拯救我的幾粒比特幣 微姑, 微姑不算拯救 至少, 心情上是開心 當然, 這宗新聞衍生了很多東西 例如, 前一陣子, 蘇克伯搞Libra Libra 當時, 不停被美國政要、歐盟敲問 你是不是想取當國際金融制度 你搞這些東西是不是想避過政府關管 現在他可以說 最近一次發言, 你不讓我搞 就會被中國共產黨取得 你不讓我搞, 其他人就搞 於是就提出了中國虛擬貨幣DCEP 相關的應用 先問大家, 你們怎樣看 人民銀行推出這個虛擬貨幣 某些KOL就說 這件事第一, 其實坊間也有說 它沒有去中心化 它完全違反了 我們說 Crypto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中心思想 你要去中心化, 我們才能夠接受這件事 是沒有人監管, 我才能夠信任它 從來沒有人說過 Crypto 一定要去中心化 但是, 如果沒有這個 就是 Quotchain 技術 一個就是去中心化 一個就是紀錄不能改 但是 Crypto 又不一定要去中心化 沒有人說, 你要設定一個規則 但現在它沒有去中心化 就是中共控制的 第二, 我不知道它究竟是用什麼backup 有些說法是用中國的GDP 以及一些相關的經濟數據做backup 我其實都不知道它怎樣可以backup 但無論如何, 這是它虛擬貨幣的情況 或者數字貨幣的情況 第三, 是不需要上網的 它說可以在 Off-Line 都做到一個交易 這件事, 可能它上網再掛上去 都可以 但其實我也是不太明白 因為如果你可以不上網 有很多交易可能已經作了幣 你再上網的時候, 進入袋怎麼辦呢 但無論如何, 大家如何看中國的虛擬貨幣呢 我先說一件事 就是你講過量子電腦的問題 其實如果解決量子電腦的問題 有沒有習近平說的, 都沒有分別 都已經玩了 我不明白為什麼比特幣呢 因為量子電腦的東西, 大家馬上忘記了 因為量子電腦應該已經摧毀了 你問中共怎麼說, 再搞什麼 大家都已經不用玩了 所以我覺得, 為什麼大家一發生一件事 就忘記量子電腦這件事呢 就是這件事, 沒得抵銷的嘛 不是, 量子電腦的長遠是沒得抵銷的 短期來多樣的東西 那你短期都不用 不, 現在就鬥快, 鬥快掉貨 就有所知, Google 他們的量子電腦 不是一個真正的量子電腦來的 這個量子電腦, 我想是有牌 這只是其中一個傳聞 這些就等於那些四中傳聞 出了一件事, 你要想一個原因解釋 可能純粹就有一個大幅出貨 那也是一個原因來的 即是它做了一個小微 其實之前, 很多地方都發了一些 量子電腦, 或者量子的東西 但問題其實就是, 不會影響到 不會影響到整件事的 所以我先說量子電腦的問題 我覺得, 短期的技術 就算你沒有去中心化, 也有一個優勢 即是你始終那個技術裏面 從會計的角度 即是它的紀錄不能生改 又或者是它自動會去 資料交易的時候 本身它會減少了一些交易費用 即是你貨幣最重要的功能, 就是減低加日費用 那你減低加日費用, 是不是中心化呢 如果它不是去中心化, 就可以喘改 即是去中心化, 你相信這件事是沒有人可以干涉的 但如果中共是可以控制到某一件事的話 你就信你成, 會覺得它會控制其他東西 即是這個就是一個問題 第一, 如果你沒有去中心化的一個虛擬貨幣 其實現在中國已經等於是 即是基本上那件事是等於跟數字人民幣 已經沒有什麼關係 我只不過是印出來和在數字出來 因為中國的整個手機、整個支付 是最成熟的國家來的 所以它其實是最有本錢去做 但問題是只不過你從印的那些人 只變成一個電腦的數字 其實虛擬貨幣它從來都已經不是很大分別 我會這樣覺得 因為傳統未有blockchain的技術的時候 政府裏面它的貨幣政策 即是從來它學術界 過去幾十年其中一個說的橫觀經濟 就是講了一個time and consistent problem 就是說政府其實很有誘因去透過增加貨幣供應 這個是八十年代開始講了多了 為什麼會有超級通脹或者高通脹 就是它忍不住手透過這件事去抽稅 這個就是inflation tax 貨幣稅 因為透過通脹的話就會抽稅 就算你央行有多獨立也好 它都覺得會受政府影響 所以就是它是承諾不到的 這個技術對於我而言 就說相對比它容易承諾 也不是百分百分百,一百分百分百可以營造得到 尤其是北京政府的陷阱率是不信任他的 但他只不過有多套裝備 你不信我的話,我有什麼技術 我只是綁住我自己的手 他的供應就是這個樣子 那時候會不會大家對他的信心會比較多 第二就是當大家比較擔心人民幣 為什麼他一直沒有決心去推出人民幣 國際化、國際市場的時候 就是用這種方式 試著水溫,不是一下子會影響整個經濟 透過這件事,令自己的貨幣去推出國際 會不會都是一個可行的方法 因為我之前剛剛寫的文章說這件事 我覺得如果它推出去中心化 用區塊鏈技術的數字人民幣 如果數字人民幣是可以公開兌換的 對它來說是最有利的 因為它可以先將部分人民幣公開兌換 看看狀況,那是一個有限度的開放 那是對它有限度 反而如果它正如我剛才說過 如果它不是玩這件事 它仍然覺得虛擬貨幣,只是換湯不換藥 都是好像舊人民幣,繼續去控制 對它來說,那個用處很少 至少它如果推出一些可以公開兌換的數字人民幣 即是只是數字人民幣沒有辦法,可以公開兌換的話 它應該可以多一點索兌換回來 多一點索兌換回來 可以解決到現場的問題 當然在它來說,有控制和沒有控制 那當然有控制就好 但如果沒有控制可以代到更多錢回來的話 那就不同了 而沒有控制那件事,死了也不會死得很慘 所以我仍然覺得,視乎它究竟有多聰明 有多等錢 那幾樣東西,我並不認為是不可能發生的 因為實際上,那件事 如果是推出一部分可以公開兌換的人民幣的話 它是一個可控的 而且我想怎樣都收回幾百美金回來 怎樣收回幾百美金回來 現在最重要的是什麼呢 它有沒有用外匯去回收這個數字貨幣 如果沒有的話,它就憑空生出一堆東西 那你一定不會損失任何東西 因為你不會因為這些數字貨幣流出海外 而因為這樣,你是沒有外匯的 你的人民幣就有美金回收 在某程度上 如果這個東西是沒有的話 那應該是不會有流失外資 就是外匯這件事 因為你要頂住 你要頂住,你多少也要頂住 然後就要問一個問題 就是究竟它的支持力有多大呢 首先,我們先不要說它會不會頂 你覺得出這些東西,有些人會不會拿來炒 我覺得會 當然會 你要明白,雖然有很多人說不相信共產黨 你去今時今日,相比現在坊間這麼多垃圾 那些垃圾幣都要炒 那些垃圾幣都要炒 你有共產黨做背後 你有什麼可能不相信它 這個共產黨尚未崩潰的信用 就已經是令到貨幣本身可以結合到稅 第二,當然就是什麼呢 我覺得很諷刺 有些人經常都說 共產黨就是倒台、資爆 然後你出過虛擬貨幣 如果到時真的炒到飛天 那你就發覺 所有說的共產黨資爆、就來倒閉 這些全部都是廢話 大家都很相信 就算多不相信它 即是應該 尋回炒作的基本原理 無論多不相信它 即是一隻垃圾幣 我們真的都很不相信 但我們在垃圾股本上都會買的 現在問題是相不相信 相不相信 相不相信當然是不相信 但贏錢都是贏錢都是錢 所以其實我們只是覺得它有沒有炒賣價值 相信有其他傻佬會中入去 如果要炒賣價值,你就相信它 相信有其他傻佬 有多少魚? 有多少魚? 因為你這樣說 我想大家都不太相信Tesla Uber那些東西 但大家都是照炒的 其實很多東西 很多公司或京東雙城的虧本 很多虧本的股票都可以炒 那是升不升的問題 所以我從來覺得 第一件事就是 這塊東西 其實當然就是中共夾水之用 但亦都有一個實驗性質 就是如果我將某程度上的貨幣 可以自由化 究竟效果是怎樣? 用了這個 比起離岸人民幣結算 更加容易搜集到一些合適的數據 第三件事就是 這個其實都是對於中國政府信用的測試 我也同意 如果價跌,它一定會撐住 因為這是一個國家體面的問題 但相反來說 我亦都覺得它不太需要討論什麼事 因為一開始 我想我們坊間的師父 都會當作新古籌 有一次抽,我們都可以抽一手 沒理由不抽 這個其實某程度都反映到 現在中共還有很多人相信它 說它會滋爆的人 其實你都要客觀去參考這個現實 至少人民幣去DOOT 我都能吃一頓飯 而且最少它如果接受它 我去DOOT 我都可以買到漏 至少你真的有一個購買力 你不會零購買力 那是個人的 就是給很多Coin 至少你能夠買到的東西 比比特幣更多 看看它會找什麼去定罵 我想它不定罵 它定罵就用人民幣來定罵 否則一國就很麻煩 GDP嘛 GDP嘛 但這個真是不知道 這個又是任它說的 好,這集就到這裏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